注意看决赛圈的鲨鱼拿一棵树当掩体 面对敌人不停地骚扰鲨鱼当即做出制裁 敌人有掩体虽不能补掉但至少是保护了嫂子 而等到敌人进卷 眼前的大平原鲨鱼为我们展示主播界最真实的枪法 这枪法属实真是到不得了 打了两个弹夹唯一的收获也是补掉敌人打倒的淘汰 鲨鱼不愧是普希腊掌管淘汰的神 转动视角再次发现一个淘汰 安全区刷新把自己的位置刷了出去 鲨鱼封烟向上靠近 探索一番认为安全 物资不足以支撑接下来的战斗 所以鲨鱼去补给物资 决赛圈随便一个盒子就可简然没知己 安全必须拉满先锋烟再舔包 马上进入决战所以M417作用不大 鲨鱼直接替换为M45 而就是这个决定 待会拯救了鲨鱼 再次选择圈边一棵树作为掩体 就在这时有敌人骑着老马想和鲨鱼做邻居 鲨鱼则会同意 一颗猴赛雷作为见面礼 敌人队友甘拉被发现直接带走完成灭队 看到左上角剩余人数5 感觉鲨鱼又要EV4了 不过这次运气好点是EV3 淘汰播报毒圈淘汰一个鲨鱼 进入紧张刺激EV30时刻 与其座椅代币不如主动出击 鲨鱼骑马直接点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因为环境都是强者破坏的 鲨鱼不从正面打选择吃毒打背身 不过被敌人发现险切归系 放置ABS格党投掷物 状态不好敌人又靠近鲨鱼封烟混淆敌人视听 击倒第一个第二个紧跟齐后 这波鲨鱼说不慌都是假的 风火防止敌人直接无脑脑 再次放置ABS格党投掷物的同时补充状态 注意看鲨鱼看了一眼阳台 就知道鲨鱼要干什么了 鲨鱼又想表演杂技上屋顶 信号值再次大残好 好在有个无敌点位攻鲨鱼打药 不过安全区再次刷新鲨鱼必须出手了 敌人貌似不会听声变位被鲨鱼打得出气不易 剩下一人并没有无脑出来架枪 鲨鱼直接补掉给敌人增加压力 最后的真男人EV1时刻鲨鱼不能跳下去 对枪是因为护甲红温只能减免20%的伤害 明显不占优势鲨鱼选择丢雷结束战斗 安全区刷新敌人无处可待 只要这颗雷能丢进屋子就有收获 鲨鱼紧跟雷抱跳下可能想打敌人一个耳鸣7 不过对局已经结束 鲨鱼选择平顶锅完成终结 因为全部会扣形微分 冠军结算时刻鲨鱼换上黄金风衣魔阵舞蹈等待秒数耗尽 视频的最后就是鲨鱼每次吃鸡的口号时刻 看我直播 吃鸡 你不可以 吃鸡 吃鸡 吃鸡